您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新聞夜現場 我是張慧琦 首先帶您來關注最新消息 環保署長張子敬 他上週率團出席帛琉海洋大會 一行人回到台灣之後 陸續爆出確診 17號外交部證實有4人確診 那18號又增加8人染疫 整個訪團大約是30人 目前累積有12人確診 等於確診的比例超過了三分之一 外交部表示 確診人員目前症狀都是輕症 其他團員 還有與會者的PCR檢測結果 都是陰性 再來關注在花蓮舉辦的全中運 因為疫情只有6項比賽照常舉行 17號剛比完 蜻蜓競速項目 卻傳出有選手確診 他當天晚上回飯店之後 覺得身體不舒服 快篩和PCR都呈現陽性 目前後續同場地的龍舟賽 已經暫停3天 本土確診再創新高 週一新增了1390例 並且新增了一例的中症個案 現階段 局會中心針對輕症無症狀確診者措施也放寬了 居家照護滿10天 不用快篩就可以解割 而快篩計目前市面上其實不好買 陳時中也透露實名劑快篩 預計將採5劑一組的這個包裝 每劑價格壓到百元上下 預計最快5月上旬就可以上路 現在大家很關注兒童也是要有抗體的 政府宣布6到11歲開放接種半劑的莫德納疫苗 兩劑間隔28天 教育部規劃以校園施打為主 需要家長同意書 那有家長就擔心莫德納的安全性有沒有問題呢 指揮中心列出歐盟 英國 澳洲 加拿大 其實都核准莫德納可供兒童接種 至於什麼時候最快有輝瑞兒童疫苗 陳時中表示還不敢期望 其他焦點來關注 台北市警局目前共有20名遠景確診 不過卻爆出有3名確診的遠景 他們找女陪侍到KTV去歡唱 那他們面對疫調的時候一度不敢說出實話 另外還有一名確診的刑警 他是去中山區的酒店喝酒 他很擔心被處分 自稱是去找在酒店上班的室友拿鑰匙 最後被戳破謊言 才承認就是上酒店 現在無論是確診者足跡還是接觸史都有他的SOP 不過我們帶您來看到這個狀況 讓家長確實是有點擔心了 這是全國鄉土歌謠比賽 今年在台東舉辦 但是16號台南參賽隊伍的學童他身體不舒服 被家長帶回去台南 結果隔天採檢後確診 主辦單位深夜接到消息18號展開了清宵 並且更換比賽地點 但是有不少學校就很擔心說 參賽學生的足跡其實是重疊的 會有染疫風險 希望主辦單位可以斟酌言喪 我們要持續帶您來關注二五戰爭 開打已經將近兩個月了 當地時間18號早上更傳出 西部城市立維夫被俄軍發動好幾起的空襲 造成至少7人死亡 11人受傷 其中還包含了一名孩童 而日前傳出這個消息震驚各界 這是俄羅斯軍艦黑海艦隊戰艦莫斯科號 日前被巫軍的飛彈擊沉了 儘管俄國宣稱艦上人員全數獲救 還公布了畫面是他們的海軍司令 和生還的艦艇士兵見面 試圖要提出佐證 但是外界還是推測說 這起事件已經造成了大量的死傷 有一名俄羅斯士兵 他的母親爆料說 兒子哭訴 艦艇上至少有40幾人死亡 還有很多人是被炸到體無完膚的 不過現在外媒分析 普丁恐怕早就想好了B計畫 也就是如果無法拿下基辅 俄軍主力將轉向南部戰線 本攻馬力波和黑海城市敖德薩 最終目的就是要掌握敖德薩 又掌控了整個黑海的航運 因此馬力波絕對不能投降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至今 被發現使用了極速彈 而且用了至少24次 這種極速彈它的殺傷力強 手段很殘忍 被批評不人道 其實以前的戰爭中包含了美國俄國 都曾經使用極速彈 2008年全球108個國家簽署了極速彈公約 禁止在戰爭中動用 但是包含了美國俄國還有中國等 都沒有簽署 俄羅斯這一次就發動多次 極速彈攻擊 回到國內來關注最新消息 台北市萬華警分局在16號晚間9點多 在轄區抓到了一男一女 違法從事性交易 依照稅違法開出了6000元的罰單 但是當事女子她居然要求遠景 可不可以出面協調 請男客人出錢來付這個罰金 不過這又不在遠景的執法範圍內 所以當然拒絕了 結果這個女子卻生氣了 不只踹警車 還對遠景恐嚇飆國罵 立刻被上銬逮捕 而另外還有警方獲報說 有民眾擔任精品代理商卻被騙了 原來這個詐騙集團在社群軟體創立假帳號 隨機找一些男子攀談 先是誘騙對方擔任精品代理商 再假裝是買家去大量下訂 讓被害人覺得有利可圖 向集團付了大筆的訂金之後 就被封鎖了 只有他們才發現自己受騙 再來關注宜蘭縣長林茲廟 涉及貪污弊案 檢方傳出有最新的進展 查出林茲廟和楊吉雄家族 多年來有不明的資金流動 金額接近上億元 甚至還找到八十幾張沒有押日期的支票 被懷疑是不是假借貸呢 林茲廟回應說這是政治打壓政治炒作 但是面對上億不明金流 之前第三次傳喚的時候 不只隔離偵訊室 連上個廁所都有派人陪同 就怕串供 檢方不敢大意 林茲廟爆出爭議 但是年底就是大選 林茲廟要不要競選連任呢 我們帶您來看到國民黨的這個騎乘 其實傳出國民黨中央時間表示 最晚六月份就要提名縣市首長 但是現在宜蘭會不會有變數 要是檢調的偵辦進度而定 來決定提名的時程 國民黨新任議員喊話黨中央說 盡早提名不要再拖了 不然會衝擊到中間選票 而反觀民進黨現任市長江聰源 他確定要出戰宜蘭縣長 他還喊出自己的家人不會干政 選戰要不要 選將要不要和一個人掛看板 可以看出一個政治人物的人氣 我們來看台北市選戰的部分 被視為綠營選將的陳時中 他的人氣是相當的旺 越來越多議員擬參選人 將陳時中的照片印在看板上 包含了台北市有丹安文山 還有瑟琳北投都有這樣的擬參選人 而甚至是連要角主選台南市議員的這個參選人 都到民進黨中央去檢舉說 有競爭對手冒用陳時中的照片 不過我們來看國民黨講萬安的狀況 似乎不太一樣 上海許多人挨餓 結果中國官媒居然發文問台灣人還能吃什麼 激出台灣美食造型版 繼續提出台灣美食造型版 進行尊戰